平時忙於救援任務的黑鷹直升機 這次出現在南投中興新村大操場 國軍特戰部隊進行陸空、陸資、在醫院還有傷患、後送的演練 有一架黑鷹直升機就降落在了中興操場 吸引了很多民眾來圍觀 旁邊其實就是中興溝中 有老師跟學生都非常好奇演訊 是直接把課程暫時挪到戶外 一起來一睹黑鷹直升機的影子 黑鷹直升機空中盤旋 南投中興大操場一旁部署著軍車警戒 還有軍人持長槍戰崗 現場氣氛緊張 黑鷹直升機緩緩降落在大草皮上 一旁就是中興高中 看看同學們直接衝到操場旁 觀看這難得一見的演訓 手機拍不停 黑鷹降落掀起塵土 地面人員立刻往直升機方向移動 這一趟任務演訓 並換後送和補給 同學們本來在上初學課的 最後集體放下手邊的課本 由老師帶隊前來一睹國軍演訓 這蠻壯觀 因為這真的是很難得可以看到 特戰部隊演訓 這一次不在營區裡 首次選在民眾出入頻繁的 中興大操場 這裡潮域寬裕也比較不會影響民眾日常 十分鐘的演訓也讓附近師生留下難得回憶 記者曾偉想要離家欣吳彭馨 南投報導 明年教招確定要延場了 要從5天延場到14天 失敗人次1萬人 國防部長邱國正還強調 原本要11萬人次 明年全部都來正式上落 是他拉住才改為事半 首當其衝的七年級衝炸鍋了 怒吼為何疫苗最後打打拼就排第一啊 難道是因為七年級的票騙不到了嗎 萊茵質疑蔡政府為了要贏得選戰狂打芒果牌 根本就是不顧國家的安危 教招從兩年一招改為一年一招之後 時間也要延長 國防部長邱國正宣布 明年起事半從5天延長為14天 大概會有1萬多人會面臨到的 試行14天的這個訊息 把它成為一個合格的步槍兵的話 連14天都不夠啊 倒楣的七年級生 欸14天是很長的時間耶 佔掉他工作的8%了嘛 老闆也不得不放啊 老闆也很生氣 本來可以不避的 因為你的政策搞得大家都很緊張 首當其衝的就是七年級生 網路愛鴻片也不滿 又是七年級中招 拜託政府囚犯過 更懷疑一堆挺著小肚子的大叔叫招 小幹嘛 最氣的是疫苗最後打 當兵排第一 七年級真的可憐 有點太久了 這個可能會沒有投入哦 我們比較弱勢啊 有難我們要往前嘛 保護的東西我們是最後啊 對工作是會有影響啊 因為14天其實蠻長的 但是原本五天 叫招其實進去也不知道在幹嘛 可能熟悉這樣的感覺而已 五天應該就夠了 因為它會影響到工作上面的事情 兩樣緊張 蔡總統才剛證實 美軍人員在台灣 檢放軍對台主力部隊之一的 第七十二集團軍 就PO出紅藍對抗夜戰 捕捉坦克開火瞬間 前一天還有實彈演練 而總統談話是否觸及 國防部報告當中 中共武力犯台 七個可能時間點也成為焦點 現在在台灣的美軍呢 主要是顧問 不是部隊 政客常常顧國家的安危 只顧他政黨的利益 抗中保台 變成你這個護身符 這樣真的對台灣好嗎 蔡英文仔細想摸摸良心想想 台海兵凶戰危 如果是為了選票進行政治操作 恐怕最後受害的 僵屍五股百姓 建人家惠林又成 台北採訪報導 非常難聽 賀非 任何人 收音 沒有 用 它